市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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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上次承諾說 如果CPI 消費者物價指數 如果超過2% 您就要下台 現在雖然我們 公平會對 各業強力 棄查 賬價的行為 這是一個不當的行為 騷擾業者的行為 以及正所稅 對股市的打壓 使得現在CPI暫時 還可以保住不超過2 如果5月15號 真的如期 來漲電價的話 如果真的超過 CPI超過2%的話 您真的要下台嗎 我在立法院講過 前年的CPI 假設超過2 我會負責我講過 謝謝 之前年 您知道上個禮拜六 在陸港鎮的補選 民進黨在那邊 未曾當選過 政長過 結果這一次得票率是71% 而國民黨只有28% 那麼人民 已經用選票 對這個 油電雙長 以及美國瘦肉精的議題 做了一個投票行為 表達意見的行為 是否 您還是堅持 5月15號 還是真的要 如之前所公佈的方案 來調整我們的電價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電價調整是不得不做的一個決定 那麼我也講過很多次 假設我們在延宕下去 這個 虧損的缺口就越大 將來要處理的空間 就更困難 所以呢這種情況下我們覺得 如期來辦理是最好的方式 本期並不是完全 不贊同挑戰 而是我們挑戰 漲價的壓力 就是我們這個整頓的動力 漲價的壓力 就是我們整頓的動力 我們台電 必須要先整頓內部 對 所謂 過美的原料 燃料它的成本 不透明 以及內部的 經營績效不善 以及對民營電廠 過電夠高 以及所謂的績效獎金等 浮爛的獎金制度這種行為 沒有 徹底的整頓之前 你就來漲價 這個一方面錯失了我們 漲價的一個 壓力可以來整頓台氣 台電 我個人覺得 這個是非常 不妥當的一個行為 所以本席認為 應該要先整頓 以後 真的不行 本經紀委員會同意 我們再來漲價 我跟委員報告 就是剛才提過 這是一個不得不做的決定 因為時間越延長 到後面 需要漲的 幅度 就越大 更難處理這個報告 不適合當然 去對台電做改革 這是非做不可的事 我們樂意 如果堅持 來做這件事情 5月15號帳的話 我們現在法務部 法律師 這個郭專門委員 你仔細聽 你在場嗎 郭專門委員在嗎 好 你仔細聽 本人如果講錯 立刻發言 跟我自止 你知道 刑法上 公務人員 依法令執行公務之人員 時常會採廣益 包括 這個有些教師 他都會是公務人員 以前 郵電機構 也會是公務人員 所以台電 台電 是公務人員 那麼我們刑法 131條 公務人員 圖利罪 也就是說對所主管的事務 圖利自己 或是圖利他人 或是有利益者 會是圖利罪 這個圖利罪 所以是非同小可 並不是台電的人員 就可以 不是公務人員 那麼既然是公務人員的話 我們台電的電價的計算 跟民營電廠的計算 為了要讓它維持25年的合理利潤 會變成呢 如果這一家民營電廠 它經營沒有效率的 在電價的計算 在電價的計算方面 你看 電價的計算 是能量匯率 加上容量匯率 而這個能量匯率裡面 有兩個因素之一 有兩個因素 一個是燃料成本匯率 一個是營運 維護費率 這個營運 維護費率 如果這家民營電廠 越沒有效率 它的營運維持月率 越高 我們就必須要用更高的電價 來跟它購買 讓它有 維持合理的利潤 本席跟陳董事長要求這個合約 讓本人看到底玄機在哪裡 陳董事長到現在仍然以商業機密 拒絕給本席來過問 本席是一個善良的本意 想要說替國家做一點事情 我幫你讀契約 看有沒有契約法上的原理 可以幫你來爭取 把這個價格掉下來 但是以商業機密不提供給本席 我認為呢 拒絕提供給本席去 越覽這個商業契約 本席合理的推估 在這個營運維持費率部分 有問題 營運維持費率有問題 也就是這些民營電廠 例如我們台契電所投資的 也就是台電所轉投資的孫公司 它的效率如果不髒的話 會變成能量費率就會高 我們跟它購買的電價就會高 問題就出在這裡 這個如果真的有利益輸送的話 會過程公務人員圖利罪刑款 刑款131條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謝謝委員的指教 假設台電公司有任何不法的話 我們一定延辦 但是跟委員報告兩個 第一個公務員的圖利是公務員圖 不法之利益 才是圖利罪 這是一個很重要觀念的不同 我稍微報告一下 因為任何企業都要追求利潤 我們不可能不去讓企業合理利潤 就公務員犯的是不法之利益 這第一個報告 第二關 那個營業那個會議問題 是不是董事長惡要說明一下 好不好 謝謝 我兩點跟委員報告 有關於提供契約這個事情 經濟委員會已經成立一個 是我建議的 成立一個調閱委員會 所以有關的這些契約 可以在調閱委員會 本他調過來 你五月十五號都漲價都來不及 我本人要先看 我以前在萬國法律事務所當過律師 我願意無常來替國家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不提供給我來研究 有關於這個請那個法律事務所來整個在檢視 其實在前幾年我們也有請了法律事務所來做一個法律的整個分析研究 那我們這次為了慎重起見 也再請萬國法律事務所來做一個 本人二十年前就是萬國法律事務所的律師 我現在又讀了法學博士又升了教授 我沒有資格來替國家做這個事情嗎 是因為依照這個貴院的那個 職權行使法要做這個是要成立一個調閱委員會 所以我們也願意 也同意在這個調閱委員會 全部把資料提出來 那至於費率的這個事情 我跟委員報告 您說這個有關於台電 轉投資的孫公司 他的費率就比較高 那民存民就比較低 這是一個錯誤的了解 像我們這一批開的燃氣電廠的 最高的是長生電廠 最低的是台電轉投資的新元三點六 所以並不是像委員剛剛所講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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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